大家好,我是Pyga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日本的地方政府 一些包括市長性騷擾下屬 對政府內部職員霸凌等等的問題 而最近又有一位是地方政府高官 捲入一場這樣的內部霸凌風波 而且這次主角就不是一些鄉下地方城市的市長議員 而是關西兵庫縣的知事債騰懸言 而在這次事件當中更加涉及到人命 有兩位政府職員因為先後告發了縣知事霸凌 以及一些違法行為之後 不明所以地自我解決 現在事件已經繞釀了三四個月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解決的方向 我就在這條片上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事源於今年3月中的時候 兵庫縣市政府的分廳 西波摩地區的縣民谷局長 就將一份記述了有關這個齋藤知事的霸凌 以及違法行為的文書寄到這個縣議會 以及政府內部處理職場霸凌問題的部門 還有其他各大新聞媒體機關 這篇內部告發文書內容就有寫到 這個齋藤知事是會借用公權力去到處佔便宜 就要求他人贈送禮物收取各大企業的名貴禮品 另外也有寫到要應付這個齋藤知事的霸凌性格 已經超出了縣政府上上客客職員的負荷 其中他就有寫到一件事就是 跟這個齋藤知事出外工作的時候 就開車去到目的地 而由於這個目的地的入口是不能停車的 於是職員就把車停放在距離入口處20米遠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件小事是需要齋藤知事步行20米這件事 這個齋藤知事就會用一個很嚴厲的口吻去責備其他職員 亦都在包括這個目的地設施的內部職員 同時在這份告發文書當中是有提到一件事 有一位課長職位的政府職員就透露 這個齋藤知事是曾經要求這位課長進行非法集資的行為 而由去年開始因為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這位課長就需要停職休養 在這份告發文書傳開之後 兵庫縣政府內部的人事部就決定解除這位告密局長的職務 還將他分配到其他部門 其實這位局長是當時60歲的 踏入4月的時候就會退休 但這次兵庫縣政府人事部決定暫緩他退休的安排 而被告發的當事人這個兵庫縣的齋藤知事就對外公佈 這位前局長所告發的事是毫無根據有為事實 還表示這位前局長有可能在工作時間利用工作用的電腦 去製作這份充滿謊言的告發文書 這個行為作為公務員是失職的 而今後亦會調查事件並且予以懲戒 其實日本現在有一條即場霸凌防止法 任何人都會有權利對上司涉嫌霸凌行為作出申訴 而且申訴的人是必須要被保護的 即使他提出的控訴是完全失實 公司都不能因為這樣而對他作出針對性的處罰 一般來說政府是設有一個為公務員解決職場霸凌問題的部門去處理事件 是一個可以接受公務員進行內部告發的部門 而且這個部門是必須要獨立於政府架構之外 這樣才可以保障到告密職員的私隱 以及可以確保這個調查事件的透明度可信性 但是兵庫院的相關部門是設立在政府內部的 這樣的時候受到這個有權者干涉都是可以預計的事 這次事件兵庫院的齋藤知事公開批評相關的告密局長 並且解除他的職務 明顯地就是一個過火的行為 在這個齋藤知事因為一時的私人恩怨而作出的處罰 而且他就說這個前局長所告發的內容是毫無事實根據 但是這個說法都只是單方面的表述 就沒有做一個很嚴謹的內部調查 但是事態發展到4月16日的時候 在兵庫院的原政府內部的幹部成員 就對外公開承認 這個前局長提出的控訴書裡面提到的 收售企業贈品這一項是事實 過兩天之後這個齋藤知事就在記者會上表示 是自己全不知情 而事件發生之後沒多久這個兵庫院的議會 內部都有進行過一個是獨立調查的 是對於這個政府內部300名公務員進行這個問卷調查 有公務員就透露 在這個進行政府推廣的幫助市民度過通脹的活動當中 製作海報上面 是沒有放上這個齋藤知事的相片 就被這個齋藤知事訓斥了 而後來就改成為一個是放上這個齋藤知事相片的版本 而關西電視台方面也訪問到這個政府內部的幹部職員 他就向電視台透露 這位齋藤知事的處事作風都是以自己為中心 就不會聽人意見的 而且感覺上處理公共事業都只不過是其次 他會將重點放在怎樣突出自己 怎樣去銷售自己這件事上 同時內部的公務員基本上都知道這個齋藤知事的處事作風都是這樣 這樣比較暴君性格 後來就去到6月13日的時候 兵庫院議會就表示 為了徹底調查事件真相 就決定根據這個地方自治法的規條 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去處理事件 不過去到7月7日的時候 事情就有突發性的轉變了 因為當初是進行告發行為的前局長就過身 原因就是自我解決 事件就來得太突然了 而且整件事都未是水落石出的時候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但其實他就不是第一個 因為當初告發文書上控訴這個齋藤知事非法集資的課長 在今年4月的時候也是被證實自我解決 先後就有兩個人因為這次事件而喪生 的確一屆公務員要面對政府 要政府內部的權力核心為敵 都應該是一件相當大壓力的事 即使他們所做的行為是為了怨政府、為了怨民著想也好 他們說不定會自責 是令政府內部處於混亂的狀態 而後來這個公務員的勞動工會就公開表示希望這個齋藤知事是引咎辭職 但結果是演變到這個副知事引咎辭職 當時這個64歲的副知事片山安校就召開記者會表示難過 就責備自己是沒辦法輔助到這個知事執行公務 他還邊哭邊說是曾經勸過這個知事辭職 但卻被拒絕 而齋藤知事一直以來都有被問到相關話題 但他都堅持拒絕辭職 理由就是因為他被選出來代表兵庫縣去履行職務 就算前路艱難也好 他都認為是他的責任所在的廣禍 即是未免是太厚顏無恥了吧 其實事情發展了幾個月以來 陸續有很多不同針對他的指責 例如有職員透露 和知事外出工作的時候就去了一間咖啡廳 但當時咖啡廳職員就表示已經關門了 但齋藤知事就對這個職員說 我是兵庫縣的知事 麻煩開門營業 另外整天出差的時候 都會要求當地的商家贈送禮物 無論是食品 又或者是名貴衣著等等的禮物 他都會自己要求 開聲出聲是要求別人給他 而在政府內部工作的時候 是不時都會亂發脾氣 將工作桌上的工具亂丟 小字一支原子筆大節電腦 都會隨心所欲地去丟 亦都會對其他公務員呼呼喝喝 甚至乎公務員當中 流傳著一本知事對應手冊作內部傳閱 本書的內容就包括 出外公開場合的時候 就要為這個知事準備一間獨立房間 而獨立房間當中 是必須要有一塊鏡子 而且公開場合的工作 就必須要召喚媒體到場 如果媒體不來的話 就會被臭碼 放在這個齋藤知事辦公桌上的鉛筆 就不能刨得太尖 等等諸如此類的事經表明 這個齋藤知事是一個自戀狂 而且你不會知道這個人 他的發漏的廢點在哪裡 這種人是不可以一起工作的 也不可以給他太大的權力 在最近的8月30號的時候 這個事件的特別調查委員會 就召開一場聆訊會 在會上這個齋藤知事就對外表示 當初收到這個前局長的投訴書的時候 表示十分難過 他就說不明白 為什麼一個是一起工作的夥伴 要做一些這麼不實的指控控告他 是完全表現到一個像被害者那樣的角色 這個齋藤知事今年46歲 在東京大學畢業 經歷過中央政府總部省的職位 然後2021年就任兵庫縣知事 家境又不算是政治世家 照到你後台不算特別硬 如果這次特別調查委員會最終的結果 是判斷事件為霸凌事件的時候 而且還深入調查涉及到的違法集資行為的話 我相信到時候他都不可以這麼厚硬 到時我就不知道他會不會上演一場 在媒體面前放聲大哭的畫面博同情 大家對事件有什麼看法不妨留言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